立即加入豆河苍穹 怒火云蓝 与我一起赴三年之约 踏平云蓝宗 现在注册即可领取更多好礼 是什么好 灵动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万不造化劲 若你能从舞碑之中 得到一部造化舞学 那就有跟他动手的资格了 要进入造化舞碑 必然要争这一席之位 九屏五名 去死 天灵击法 天龙琴 我现在可有资格了 这应该就是造化舞碑的舞学空间了 造化舞学 快放开我啊 那东西要追过来了 鬼命远古宗派的那些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师尊 这位就是您的传承者吗 不错 你带他去吧 这也太壮观了吧 这里存放的都是宗门的造化舞学 这些造化舞学是不是我都可以学啊 你要学的是那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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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这些人之中 有谁能够领悟造化舞学啊 我看啊 才是那个林郎天机会最大 那也未必 在舞碑之中能够参悟造化舞学的人 简直屈之可数 可儿 我要多虑 郎天是我林氏宗族的天才 以他的自治 不会有问题的 是 木树 可儿明白 嗯 不知 灵动会如何 这家伙 每次都能有出人意料的表现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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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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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儿 作曲 作曲 有 skins correspond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只是九品五血 童叔 我 王燕少爷 希望你把活住下一次结尾 童叔放心 对 下次我必然能得到造化武学 看来这些人都没得到造化武学啊 是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 不知结果会如何 不得了 也 那是 是造化武学 带 您是宗族的林郎天果真是个天才 林郎天果然是四大宗族中的佼佼者 莫叔 郎天 做得好 你当真是实力不凡哪 恭喜了 林郎天大哥 造气径 也不知道这小子为什么会在这里突破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 只是突破造气径而已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想不到 灵动竟能在此处突破之造气径 我竟然突破之造气径了 想不到你这么快便完成了突破 那么接下来 就请接受我宗派的武学传诚吧 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呀 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啊 再一种 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我留下这个 嗯 这东京非同小可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还从未见过有这等气势的造化武学 这灵动竟能得到此等武学 还真是让人惊叹哪 造化武学终于是到手了 林氏两人竟都得到了造化武学 林郎天林栋到底哪个更强一些 废话 当然是林郎天 林郎天可是林氏宗族的天才 可这林栋虽然出自林氏分家 但他的实力竟能得到如此造化武学 也非同一般哪 可儿也曾与我提过 多谢可儿姐 不用客气 此次你与郎天都得到了造化武学 这让我们林氏 在大燕王朝中的实力又有所提升 莫书 希望不久之后的足笔 你也能好好表现 多谢林牟长老 小子定当竭尽全力 想不到林郎天也得到了造化武学 我看这事可没那么简单 啊 什么意思 诶 现在还不好说 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诸位 此次我们四大宗族进入大荒古碑 并非只为这武学而来 啊 他什么意思啊 四大宗族还有别的目的 是啊 不清楚 朗天 朗天 此时由你来向大家宣布吧 是 不说 诸位 经我们四大宗族发现 在这块造化武碑之下 还隐藏着一座远古宗派的地下宫殿 什么 地下宫殿 这地下宫殿之中 必定有什么远古宝藏啊 而在这宫殿之中 埋藏着远古宗派真正的东西 宗族宝藏 太好了 诸位 我们四大宗族并不打算隐瞒什么 也没有独自占据之念 宝藏之归属 全凭各自本事 太好了 要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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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若想得到宝藏 并不会那么轻松 在这地下宫殿之中 还有着极其强大的守护兽存在 守护兽 还有守护兽 还有守护兽 这可怎么办 而我们四大宗族 必将全力应战守护兽 这怎么办 若是愿意与四大宗族共同御敌 我们也愿意分享宝藏 这事风险很大呀 虽然四大宗族在这里 但是 不过远古宗派的宝藏 可是很有吸引力的 哎 怎么样 要不要拼一下 我们大魔门 对远古宗派的宝藏 很是感兴趣 我们愿意加入 殷魁宗也愿意加入 都加入 都加入 我们大魔门都加入 是啊 你也加入 我们愿意追求大宗族 我们愿意追求大宗族 一起打白守护兽 我们愿意夺法 一起夺法 一起夺法 小子 别去淌这浑水 嗯 我也感觉到了 那地下宫殿这中 好像透露出一股 异常恐怖的力量 好 那 便开始吧 王岩少爷 嗯 嗯 哼 哼 哼 破阵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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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们快走吧 小爷 走 我们离开这里 走 所有人集中力量 击杀守护兽 上 击杀守护兽 什么 真麻烦 都散开 四象大阵 四象杀 怎么回事 难道四大宗族 将守护兽击败了 快看 守护兽真的被击败了 成功了 四大宗族厉害呀 四大宗族 四大宗族厉害呀 四大宗族 太厉害了 四大宗族 太厉害了 四大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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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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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活着呀 活着 竟然想跑 算了 别追了 我们的目的是宝藏 无需再浪费力气 走 我们进去 走 走 走 跟上 快点 走 快走 跟上 走 跟上 跟上 走 快点 好 小鸟 你为什么要找那只守护兽啊 嘿嘿 那应该是一头远古血浮龙 什么 龙 也不算真正的龙 不过它体内 可是有着真正的龙之血脉 若是鸟也能吞了它的妖灵 嘿嘿 整大眼睛 给刁爷仔细着 是 刁爷 小子 在那边 快 追上去 千万别让它跑了 放心 它跑不掉的 小燕 呃 呃 看来这头血浮龙已是精疲力尽 只要吞下它 鸟也的胸尾又能恢复几分 你这蠢虎 告诉你 这血浮龙是鸟也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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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走 该我们上场了 金牌阵魔掌 小雕 小燕 轮 阱 碧 红顶 colo 琥琦 胡 好 即死 小兵 在 ao 小兵 沙 和 啊 我们成功了 真是太险了 现在这巡浮龙是雕业的了 纯虎你干什么 快给我给我开 谁让你不雕业的东西了 快松开 不然我不客气了 快松开 这是 我竟然突破这造气镜了 这家伙 每次都能有出人意料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 就请接受我宗派的武学传承吧 是造化武学 想不到 林良天也得到了造化武学 我看这事可没那么简单 在这块造化武碑之下 埋藏着远古宗派真正的宗族宝藏 还有着极其强大的守护兽存在 若想得到宝藏 并不会那么轻松 金台阵魔掌 那地下宫殿之中 好像透露出一股 一场恐怖的力量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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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那什么东西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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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力 至少是五元涅槃境强者 墨叔 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诸位 前往大皇谷碑出口 尽快离开此地 王氏弟子 大家跟我走 是 我们走 是 那些四大宗族的人 竟然自己先跑了 我们跟上去 是 是 大小姐 混蛋 少宗主 少宗主 你没事吧 快 离开这里 是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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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不好 果然出事了 小雕 小燕 我们快离开这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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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啊 啊 啊 哼 再不走 我们就完蛋了 哼 哼 小心 好了 小子 小爷 快走 小爷 小爷 陈虎 你快把刁也整吐了 四大宗族 小爷 我们跟上去 不好 古碑还未到开启时间 这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那我们该多合胜 先找办法 喂 那守护者 是你们引出来的 你们这些混蛋 竟然自己先跑了 你算老气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什么 这东西要追到这里了 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 集合我们四大宗族之利 强行开启古碑 这 这真的可以吗 这 如今也唯有此法可遗事了 喂 你们两个 也过来帮忙 什么 嗯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命令 若想活着出去 就按我说的做 是 所有人 将原力 注入古碑之中 是 是 是 我们上 是 走 是 是 起作用了 继续注入原力 是 是 快看小子 你要强行开启古碑 我们快过去 小原 快 来 为了直接打开了 是啊 太好了 终于能离开这鬼地方了 童叔 我们走 走 怎么回事 这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回 这 出口还不稳定 我们要赶快出去 童叔 带着大家先走 嗯 所有林氏弟子 进入出口 是 陛下 陛下 快 走 快 明公子 我们也尽快离开此地吧 滕 滕 滕 走 快 我们走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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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穆姑娘 你没事吧 我 没事 那女孩 我们快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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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古贝 要倒塌了 可儿 我们走 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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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d 快滚 能worth 林莫子 狼天大哥 跑 你 乖坤在这儿等死吧 走 好 好 走 不好 是守护者 完了 是守护者 守护者 我没有玩了 我没有玩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乾坤蛋 林洞 把乾坤蛋给我拿过来 凭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林公子 好好好 怎么回事 快跑 这 林洞 守护者竟然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今天会死在这儿 是 混质 怎么样 老天秀 那个乾坤蛋 是你从地下宫殿 带出来的 嗯 不错 什么 原来那守护者 一直追的人是你 你这家伙 是要我们所有人 给你陪葬吗 多宝本就有风险 你们应该很清楚 可你知道那守护者 害我们损失多少人吗 是啊 是啊 这次损失太惨重了 确实太过分了 他是想自己独特那些宝藏吗 就是啊 至少你们还能活着 快从这里出去 头叔 我们走 黄埔妹妹 看来此次我们都空手而归了 以后 还是别与那儿林郎天 走得太近为好 我们走 是 林冬 希望你能活下来 小燕 小燕 你没事吧 这是 原来这里面 都是涅槃丹 难怪林郎天那家伙 拼了命也要抢回去 小燕 小燕 面对这等强者 我们没有胜算的 事已至此 我有一搏了 那刁爷 也只能陪你搏一把了 你 你 我原便 天灵鸡马 天龙鸡 天灵鸡马 黑龙鸡马 不 天灵鸡马 啊 天灵鸡马 你没有尽力 是陛下雕女的厲害 啊 林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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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炸 小炎 不愧 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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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上 我的浮鬼 真是太強了 看來 只能試試那招了 大王求天職 半職漢天地 小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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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体 根本无法承受这门五血 什么 不好 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你为何会习得本宗的秘传功法 说 师尊 弟子 拜见师尊 天泽 想不到你还留在此地 守护宗派 弟子一刻都不曾忘记 老夫已将祖福的意志 传给了这位少年 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弟子遵命 天泽 你做得很好 多谢师尊 我体内的元力正在不断恢复 前辈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你既是师尊的传承者 还望你能好好利用宗门的遗则 晚辈谨记 这远古宗派的信念 着实让人佩服 小雕 小雕 零动 雕爷 您这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那守护着呢 他已经走了 什么 走了 我们也尽快离开子弟吧 等等 小子 跟雕爷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嘛 说来就话长了 现在就给雕爷说 你说 大黄谷碑的出口 还能用吗 小子 别卖关子了 现在就说 说啊 我们终于出来了 小子 接下来怎么安排 先提升修为 然后便是找回祖符 这实力 至少是五元涅槃净强者 不好 果然出事了 四大宗族 小雕 我们跟上去 是 古碑还未到开启时间 集合我们四大宗族之力 强行开启古碑 他们要强行开启古碑 乖宽在这儿等死吧 面对这等强者 我们没有胜算的 事已至此 我有一搏了 大王求天使 伤致汉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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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了 宗主终于出关了 拱引宗主出关 這是 造化境大城的氣息 恭賀宗主成功晉級 多年來 老夫費盡心力 仍未能開啟遠古宗派的智寶 現如今 老夫已是邁入造化境大城 正式破除智寶封印的絕佳時機 若是能參悟遠古宗派的奧秘 我殷魁宗 必然能夠稱霸整個大閻王朝 立刻召集所有分部長老 返回本部 被迫出智寶封印 是 啊 啊 精神之火終於是煉成了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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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这雪浮龙的妖灵果然非同凡响 小雕 刚刚我似乎隐约看到一个人形 那可是雕爷还未丢失修为之前的样子 待雕爷修为恢复 小雕 太好了 小雕也提升了 小雕 你真是太棒了 想不到你这蠢虎竟能凝结出妖灵 又让你占了雕爷的光 怎么 春虎 不服气时吧 那就跟雕爷比划比划 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们该出发去大魁城了 小子 你是要去殷魁宗 祖福既是被殷魁宗宗主取走 我们自然应该先从那里找线索 嗯 话是不错 但你以为腾磊会打开大门请你进去 说不定 他真会打开大门迎接我呢 我们走 你这蠢虎 小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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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 瓶 呃 什么 好 好 少宗主从古碑空间里 得到的紫英九破 仅仅是修炼初期 就如此厉害 假以时日必定是非凡绝技呀 可惜没拿到造化武学 倒是便宜了灵动那小子 可惜那小子死在了古碑空间之中 不然老府定要亲手剐了他 为我宗儿报仇 华谷长老怕是没机会了 以拿守护者的恐怖实力 那小子断人不会有丝毫活路 少宗主说得极是 不过这次倒是意外发现了那组地下宫殿 只是 那个守护者的实力太过强大 少宗主不必多虑 待下次古碑开启之时 可让宗主集结强者进入地下宫殿 若是能得到地下宫殿中的宝藏 那我殷魁宗超越四大宗族便指日可待了 是宗主的来信 哦 父亲要我尽快请曹振书返回总部 他将在十日之后集全宗之力 破除当年从古碑内所获至宝的封印 看来宗主已有了万全的把握 腾磊 快给小爷滚出来 是何人在外面歇滑 少宗主 是 是 是林栋 那林栋正在门口叫嚷 那小子竟然还活着 少宗主 召集所有人 今天我让他有来无回 是 所有人跟我走 走 彭磊 快出来 老友来 你是让我去闭门庚吗 怎么了 居然有人在殷魁的门口闹事 呦 这道是神仙 这小子疯了吧 开了 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了 领栋 想不到你居然能活着从大皇谷飞出来 抱歉 让滕少宗主失望了 你小子 居然会自己送上门找死 那尊高等富贵 和你得到的造化武学 我今日便收下了 东西都在 只怕你没本事拿 你这狂妄的小子 少宗主 不用劳烦你出手 那小子就由我来处置 林栋 今日 我要拿你来祭奠我家宗儿在天至灵 你 跨骨长老 上次的伤可好利索了 小子 这一次 我非要把你的骨头 一块块打碎不可 碰骨长老 你好像不太灵活了嘛 看来上次的伤还未痊愈呀 花谷长老 不知小雕和小颜如何了 如何呀 花谷长老 还要继续吗 臭小子 我跟你没完 想不到 那小子的调虎离山计还真惯用 春虎 我们走 大小姐 大小姐 什么事如此慌张 启禀大小姐 是 是灵栋 那灵栋正在殷魁宗门前闹事 灵栋 你确定吗 属下亲眼所见 千真万全 想不到他居然还活着 走 我们去看看 是 前前 怎么 你要出门呐 宗主 爹 是灵栋回来了 而且他还在挑战殷魁宗 哦 就是之前你提过的那小子 有意思 我倒也想见识一下他的本事 爹 那我们快走吧 到此为止吧 华谷长老 你不嫌累 我都快累了 你还没见过 你这丑小子 这人厉害啊 他是什么人哪 那人是灵栋 就是他打败了王妍 我听说 古剑没眼栽在他手上 谁还没听 好 想不到华谷那老家伙 竟如此不堪 看来灵栋的修为 又精进了不少 华谷长老 你退下吧 少宗主 我 怎么 你还嫌我殷魁宗 不够丢脸吗 灵栋 别欺人太甚 滕少宗主 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想不到腾磊所得的九平五穴 倒也是厉害 这招还真不好对付 我原便 滕少宗主 这九平五穴倒是挺厉害的嘛 小子 你的造化五穴呢 怎么不审出来看看 该不会是你资质不够 无法修炼吧 对付你 还用不上造化五穴 我会让你后悔的 小子 你真以为靠这种蛮力就能胜过我 我现在就了结你 少宗主 杀了这小子 这灵动竟能将身体强化到这半地步 倒是与我大魔门不相上下 倒是与我大魔门不相上下 滕少宗主 我说了 对付你 根本不需要造化五穴 少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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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今日必取你姓名 所有人 启动阴魁聚魔阵 可是 可是什么 快 是 布阵 是 看来腾磊那小子是给逼急了 竟敢使出消耗如此之大的阵法 爹 我们是否要助灵动一臂之力 这是灵动与殷鬼宗之间的恩怨 我们尽管隔岸观火就是 可是 凯旋 你别等了 这些殷鬼宗本人疯了 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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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几法 天龙几法 天龙几 顾 呵呵 這小子果然有本事 這臭小子 稗宗主 这大阵消耗过大 弟子们快撑不住了 今日我必要取这小子的性命 所有人再次发动大阵 小丁和小元怎么还不出来 越雷皮 吵什么城湖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看来这里并没有祖福的讯息 我们算是白跑一趟了 这是 居然是密道 走 进去看看 城湖 我们找东西 这里也没有 怎么 有发现 城湖 这可不像是什么藏宝的地方 不好 我们快离开这里 看来这大阵也不过如此 混账 再次发动大阵 少丁主 弟子们的原力已经耗闻了 这次殷魁宗真是要栽跟头了 那倒也未必 小蝶小颜 你们总算出来了 小蛋 我们快走 有祖福的消息吗 这里没有 快走 好吧 我们走 老夫只是闭关一年而已 现在连一个无名小辈也敢到我鹰魁宗撒野 半步造化劲 精神之火终于是炼成了 这雪浮龙的妖灵果然非同凡响 太好了 小爷也提升了 我们该出发去大鬼城了 腾磊 老友来访 你是让我吃闭门羹吗 灵动 今日我要拿你来祭奠我家宗儿 在天之灵 你的造化武学呢 怎么不舍出来看看 我原便 对付你还用不上造化武学 启动阴溃至魔阵 天灵击法 天龙击 现在连一个无名小辈也敢到我鹰魁宗撒野 半步造化劲 半步造化劲 老子 你是什么人 曹振说 曹振说 那小子是灵斗 他屡次三番与我鹰魁宗作对 而且还夺走了我宗的高等富贵 哦 不曾想老父亲闭关一年 大皇军竟然变天了 曹长老 那小子不仅杀了我儿化宗 还重伤了我 请曹长老替我报仇 曹振说 华谷长老 想不到你竟如此无用 那小子确实有点实力 我 鹰魁宗养着你这种废人 有何用 干嘛 曹长老 这是何业 既然你已无用 不如将精神力限于我 我自会替你报仇 放开我 是吗 是吗 这家伙 竟然干掉了自己的同伴 赵宗主放心 那小子就交由老夫处置便是 想不到 血徒守曹镇竟然在大溃肠之中 爹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此人 曹镇 可谓是殷魁宗之中最为凶残之人 一直为殷魁宗干着见不得人的狗当 曾经仅凭一人之力 血洗大力归原宗 人称血徒守 这次灵洞还是凶多吉少呢 灵洞 灵洞 你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找机会赶紧跑 半步造化镜 我想试试 到底有多强 可别怪调也没提醒你 小颜 你退下吧 小子 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 站 拳兵剑 拳兵剑 去 琴台 阵魔掌 尸血摸壁 往远辫 轻轻 想不到 灵洞竞能与半步造化镜抗风 虽说那小子 靠着强化肉体的功法 能够与曹阵对抗 但造琴剑 与半步造化镜之间的差距 你可不是隐形斑点儿 只怕这样下去 是撑不了多久了 人精之力 你 叫主神天塌 别输了小子 把你的精神力也献给我吧 曹震书 别让这小子死得太轻松 看来胜负一分了 走吧 亲戒 没什么可看的了 爹 若是您出手 必定能救下灵洞 若是能救下灵洞 说不定可以让他 为我大魔门所用呢 爹 怎么回事 真想不到 人济轻轻 竟能凝结出精神之火 曹长老过奖吧 要对付你这等强者 自然是要留一些底牌的 哼 你以为靠着精神之火 就能战胜老夫吗 人精神之火 大荒囮天族 让人进赫锃 我们按赫锃 עRAC 打错 这 这是 一纸 强天帝 强天帝 天天 没事吧 没事 爷 想不到曹朕竟然败了 这造化武学的威力 确实是太恐怖了 小子 见好就收 找祖父要紧 嗯 说得不错 彭绍宗主 我有些事想请教 老烦跟我走一趟吧 小爷 放开我 你 臭小子 快放开我 曹朕说 臭小子 胜负还未分呢 居然还活着 不愧是半步造化镜强者 改日再战吧 曹朕长老 我们走 小爷 曹朕说 救我 站住 臭小子 给我站住 曹朕说 林东那小子 是彻底把鹰魁宗给搅乱了 可能 这正是我们大摩门的机会 走吧 浅浅 是 爹 我 我 前面 去 我 就 你 这 是 我 你看到 银魁宗 都 我 你 我保证殷魁宗之后不找你麻烦 滕少宗主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那你究竟想怎样 我只想知道一些你们殷魁宗的情报 做梦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知道一些精神技能 可以直接搜刮人的记忆 不过施展过后 那些被施法者会变得神志不清 我想你不希望我用这招对付你吧 你想知道什么 殷魁宗在上一次大黄古碑开启之时 曾得到过一件质宝 那东西现在何处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住手 我说 说 我这确实在大黄古碑之中 得到过一件极为神秘的东西 那东西现在何处 在殷魁城中 我父亲将在十日后 联合殷魁宗所有强者之力 破除那东西的封印 等到 虽不知黑桶老人的封印有多强 但若是真被殷魁宗宗主破除 那就麻烦了 殷魁宗之中 有多少位踏入造化镜的强者 加上我父亲 总共有三位造化镜强者 竟有三位造化镜强者 还真是棘手 你要知道的我都说了 你还想怎样 你在造化舞碑中得到的 内部九品五穴 交出来吧 这 什么 你竟敢强盗 都怪属下大义 才会让少宗主被人请走 依你半步造化的修为 竟败给了一个造气镜的小子 确实是属下轻敌了 属下一定会杀了那小子 将少宗主救出来 领宗主 属下可以调集宗内强者 搜寻少宗主的下落 嗯 且慢 磊儿被抓一事 先不要声张 这 那个叫灵动的小子 既然能击败曹镇长老 想必也不是什么小角色 现今我们也不清楚 他的目的为何 何况破除至宝封印的日子 就在眼前 此事不能有任何闪失 传令下去 所有人加强戒备 是 宗主 人家说 近日来殷溃城丝毫没有动静 只是增派了护城的守卫 哦 腾衬那个老家伙 居然这么沉得住气 爹 此事有些蹊跷 倩倩 说说你的想法 腾磊是腾衬的独子 他居然能够不顾独子的安危 只能说明一件事 殷溃城中有比腾磊更重要的东西 召集所有造气境以上强者 我们去殷溃城走一趟 男人 他都不是 女人 就是 女人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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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少宗主 这紫瘾酒破果然厉害 多谢馈赠了 别总是板着一张脸嘛 我们就快到殷魁城了 半步造化镜 你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我想试试 到底有多强 秦台阵魔掌 尸血魔壁 想不到 灵动竟能与半步造化镜抗衡 只怕这样下去 是撑不了多久了 就不认天塌 竟能凝结出精神之火 大荒求天旨 一旨 求天帝 滕少宗主 跟我走 碰碰 看来我们到了 看来我们到了 这里便是鹰魁城吧 想不到守卫竟如此散严 小子 你打算怎么进去 滕少总主 小子 我已经带你到鹰魁城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应该知道有什么进城的办法吧 确实有另一条路可以进城 哦 说来听听 想不到这里阴煞之气如此浓郁 我看是那滕磊故意给你指了条死路 他是想借着鹰魁山的阴煞之气 让你死在这里吧 难怪那家伙之前回答的那么爽快 这些阴煞之气还难不倒你刁眼 好了小子 我们走吧 我先赴小子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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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准备好了吗 属下叮当协尽全力 三个枣花井强者 那个应该便是腾茶 祖符就在他手上 小子 沉住气 现在下去就是送死 待他寄出祖符 我们再找机会下手 不过 他们在等什么 哦 你看 这是 冲日之相 是 时辰已到 准备破除至宝封印 是 是 是 我的本命灵符发出了极强的感应 哼哼 那就对了 那个就是祖符 祖符 就在眼前了 不久阴魔玄阵 是 是 来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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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想利用冲日之相 引动地霎寒气 来冲破祖符封印 啊 如荫削源 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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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公主 您这是 马老 我似乎感应到一丝极其怪异的原力波动 少公主的原力感应着实是敏锐 是否需要属下前去调查一番 不必了 马老 这丝波动转瞬即逝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属下遵命 马老 那里可是天岩山 不错 当年少公主正是在那天岩古墓中获得涅槃心 深受公主的赞赏 少公主是否想要故地重游一番 属下们可陪同您一起前往 青楚姑娘 你是我的 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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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我没事 马老 完成师父交代的任务要紧 我们走吧 是 我们走 是 这大阵的威力着实强大 不知祖福的封印如何了 成 成功了 我殷魁宗必将横扫整个大阎王朝 恭贺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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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位黑童前辈 祖福的封印必然不会那么简单 你是什么东西 未得认可者与福无缘 总是你升迁再强 如今也只是一道残瘾而已 所有殷魁宗弟子将此残瘾打散 这怎么回事 好 救命 这 怎么会 感觉所有力量都被吸干了 宗主 这质博的力量太过诡异 宗主 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那 那是什么力量 死亡之力 想不到那黑桶老人 仅是一道残影便已强到这等地步 死亡之力 那等掌控生死的力量 还不是现在的你可以理解的 或许以后 你也能够达到那种通天的地步吧 怎么回事 难道是有人偷袭我宗 爸 有人偷袭 滕刹 滕刹 想不到你殷魁宗 竟然还藏着这等宝贝 慕蕾 是大摩门的人 看来他们早就盯上殷魁宗了 这下 夺取祖父就更麻烦了 慕蕾 你们大摩门竟敢到我殷魁宗来夺宝 怕是有些不自量力吧 滕刹 这宝物你殷魁宗显然无法处理 哈哈哈哈 慕蕾宗主说得不错 滕刹兄 此等质宝 着实不该由你一人独占吧 不如我们一起研究如何 我 宗 想不到你也来这里凑热闹 滕刹兄 弄出这么大动静 很难不引人注意啊 我们可都很好奇 这质宝到底是何物 哼 你们敢 所有殷魁宗弟子 谁敢沾染我殷魁宗之物 格杀无论 是 大皇君的三大宗派都到齐了 千千 一会儿开战 你直接去夺取那宝物 是 爹 你 不 不 诞 诞 吼 简 我们上 是 想从我鹰魁宗夺宝 可没那么容易 那是 鹰魁宗的两尊高等浮潰 浮潰 大小姐 交给我们便是 有劳两位长老了 好 我有五盟弟子全力夺取之宝 是 想不到鹰魁宗就还有两尊高等浮潰 这等战斗力 不愧是大黄军第一宗派 那大摩门和五盟的几位长老 至少也都是造化进强者 要夺取祖福 这派是更加困难了 小子 你打算怎么做 好 再等等 总会有机会的 好 小子 看来这些年 两位的实力 没有丝毫精进了 攻击身体 我赢了 死吧 啊 这怎么可能 不好意思 领先两位一步 不久之前 我已突破至造化境大城 混账 木雷 武宗 现如今 你们可还想动手 腾刹 你的实力的确有些出乎我们意料 不过即便如此 你也无法破除那至宝的封印 两位 老夫倒是有个提议 即和我们三个门派的强者 一起破除至宝封印如何 若你们真能帮我解开封印 我愿与两位共享宝物 此话当真 那是自然 好 我五盟愿意出一番力 木雷宗主 如何呀 还望腾刹宗主 说到做到 哼 当然 九位造化境强者 想不到竟能见识到这等阵仗 竟是集结了九位造化境强者 这等实力 必然能破除那至宝的封印 我们大方军三大宗族 既会有联手 是啊 这么多造化境强者 放眼大爷王朝都是少见吧 各位 被破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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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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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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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不可放小杯 竟敢在我鹰魁宗撒野 那是 是林冬那小子 看来我们到了 三个藏花井强者 那个应该便是藤茶 祖福就在他手上 小子 那个就是祖福 祖福 就在眼前了 求阴血远 开 未得认可者 与福无缘 所有鹰魁宗弟子 将此残阴打散 死亡之力 滕刹 想不到你鹰魁宗 竟然还藏着这等宝类 这下 夺取祖福就更麻烦了 谁敢沾染我鹰魁宗之物 格杀无论 混蛋 是林冬那小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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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一个造气劲的小子 竟妄想冲破质宝的封印 等着被化作尘土吧 林冬 这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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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拦住他 是 是 小子 休想跑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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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掉 来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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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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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只用一拳 便击退了曹上老 那小子 弄的究竟是什么力量 都愣着干什么 难道一个造气劲的小子 就把你们给吓住了 把东西给我夺回来 是 公主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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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主 奪走至宝那小子 那小子就是灵动 哦 原来是那小子 两位 今日之事是我殷魁宗与灵动之间的恩怨 若谁想插手 便是与我殷魁宗为敌 爹 想不到灵动竟然能破出那宝物的枫叶 我们现在怎么办 如今腾刹那老家伙已是造化经大成 我们已是无力对抗 若是藤刹都会宝物 岂不是 希望灵动那小子能顺利逃脱吧 我总竟然全体出动了 一定是灵动那小子败露了 出声 你要做什么 不要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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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加快速度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 你要我也来救你 一个造气精的小子 我也还有这等力量 召唤浮贵 绝不能让那小子逃走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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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竟然也有一尊高等浮潰 看来只能硬拼了 魔人变 想要拼死一搏吗 仅凭一尊高等浮潰可救不了你 浮潰 这小子真不好对付 一起上速战速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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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混蛋 小子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把宝屋交出来 我们会让你死得痛快些 灵斗 你我二人合力 还有逃脱的机会 只能放手一搏了 总主 唐朝 这下就麻烦了 你果然有点本事 灵动 什么 灵动 灵动 少总主 就是被这小子抓走的 想不到那宝物的封印 竟被你一个小辈给破除了 看来你也曾进入远古宗派的遗迹之中 莫非 你从中得到了开启这宝物的方法 滕刹宗主太高看我了 关于这宝物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待我把你练成浮潰之后 你自然会告诉我的 小条 若是我们合力出手 难有几成胜算 这老家伙 可是造化精大成强者 我们的胜算 不会超过三成 所有殷魁宗弟子 竹杀此人 竹杀此人 混账 小子 去死吧 那是 小颜 你这畜生 爹 爹 救救我 雷儿 少同主 少同主 爹 杀了这小子 滕少同主 只要你爹愿意放我走 我保证不上你姓名 希望你好好配合 你 腾刹 你若敢妄动 我便宰了腾雷 林栋 你若敢伤雷儿死毫 我必定会让你后悔的 让所有殷魁宗的人都退开 林栋 只要你交出宝物 并将雷儿放开 我以殷魁宗宗主的身份 向你保证 绝对会让你安然离去 少跟我胡扯 莫非你真以为 我不敢杀他 爹 所有人都退下 是 好了 赶紧放开雷儿 小子 现在总可以放我走了吗 待我安全离开 自然会放了你 走 赶紧放开雷儿 赶紧放开 醉stone 这 老家伙 竟如此恨毒 臭小子 宗主 少宗主他 还有半口气 找人照顾他 是 宗主 您 您这是 我去追那小子 你们尽快跟上 绝不能让他带着宝物跑了 是 小子 你没事吧 幸好避开了腰海 这次真是大意了 想不到腾茶竟如此恨毒 灵动 那老家伙追过来了 小妍 哼 以为靠着那只畜生 就能逃跑啊 那老家伙 竟能跟上小妍的速度 小妍 快 小子 别想跑 这老家伙 哼 哼 混蛋 这里到处都是地上寒芥 小子 已经无处可逃了 这玄音界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只能跟着老家伙应拼了 叶尔爷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哼 还想要捶死争扎吗 大方求天旨 地旨 求天地 竟然是造化无血 造化三臂 起 这造化无血确实厉害 不过以你造气劲的实力 连这武血一成的功力都发挥不了 破 破 什么 怎么回事 难道是宗主和那小子 我们快走 走 是 你这小子居然还活着 宗主 小子 乖乖交出质宝 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林董 我们怎么办 现在唯有一条路可走了 唐刹 那么想要宝物 就跟我来吧 小颜 走 小子 给我站住 那 宗主 您怎么了 宗主 拦住他 小子想要御师俱焚 宗主 十岁 混账 立刻下去追 好 宗主 这悬银剑身处的地上寒气太过浓郁 只要进去就是必死无疑啊 今日起 所有殷魁宗弟子驻守在悬银剑周围 是 那个灵洞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是 快拦住他 小子 休想跑 滚开 把东西给我夺回来 看来只拿硬兵了 我原便 我原便 这悬银剑 便是你的葬身之地了 滕颤 那么想要宝物 就跟我来吧 小子 这悬银剑太重 刁也也抵挡不住啊 小燕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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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啊 啊 凌冬 小心 我这是 小子 你终于醒了 小雕 小子 你伤得不轻 还是先别动了 我们 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里是悬音剑的深处 我们正处在一个无风带之中 地霞寒气并不会进入这里 所以我们暂时算是安全了 小雕 亏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并不是雕爷找到的 是那石符 什么 石符 不错 若不是石符保护 你早就被地霞寒气给撕碎了 小妍 得赶紧找到小妍 万一她被地霞寒气 小子 跟你说过别乱动 你现在的伤 能活着就不容易了 可是 小子 你也别太小看那纯虎 她本就是妖兽 何况又吞噬了血浮龙的血脉 迎截出妖灵 在这悬音剑之中 她存活的几率 可比你大太多了 小妍确实也变强了不少 不过 我们还是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小子 先别想太多 当务之急还是得先疗伤 之后我们再想办法 嗯 好吧 不行 这里的天地原力太过阴寒 根本就无法令化吸收 哦 应该是受地上寒气的影响 嗯 哼 小子 把乾坤带给我 哦 你要干嘛 哼 借你二十万纯元丹一用 嗯 二十万 你要这么多纯元丹做什么 哼 啊 啊 小雕 这是 嘿嘿嘿 你就等着吧 翠人寻阵 小子 你再汇聚原力试试 原力可以被利化了 嗯 这个法阵 可以净化掉天地原力中的音煞之气 不过二十万纯元丹的消耗 也够大的 你这小子 怎么到现在还是口口嗦嗦的 嗯 既然这样 我劝你还是抓紧时间恢复 二十万纯元丹 也只够这法阵维持五个时辰 什么 好吧 可不能浪费这些纯元丹 嗯 不过才两个时辰 这小子的身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哎 小子 你怎么样 伤势已经痊愈了 而且体内的原力也非常充裕 你这法阵还真厉害 那是当然 接下来 得想办法出去找小颜了 奇怪 我完全感应不到小颜的原力 哼 这不奇怪 地上痕气会隔绝原力的感应 不过 雕爷倒是有个别的想法 哦 什么 在这里 炼化吞噬祖符 在这里 不错 虽说玄音剑环境凶险 但这地上寒气 却也是一道天然的原力屏障 而开启祖符 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原力波动 嗯 不错 之前腾叉 仅是为了破除祖符的封印 便引来了那么多人争夺 若是祖符被人察觉 恐怕会引来更为强大的势力 嗯 好吧 嗯 哼 骼 骼 骼 大家 看来吞噬祖符 终于回到了传承者手中 再见前辈 接下来就看你是否能够得到祖符的认可了 祖符的认可 对于继任者 祖符会有他自己的选择 你可准备好了 小子 祖符绝非是寻常的宝木 雕爷当年曾见过一位绝世强者 想要炼化火焰祖符 最终他被天火焚为虚无 而在祖符中 这吞噬祖符又最为神秘 就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当时有什么危险 雕爷也是爱莫能助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谢了小条 我会小心的 开通前辈 我准备好了 吞噬祖符 开 这 这就是吞噬祖符原本的样子吗 开始吧 开始吧 灵动 看来这小子的精神力已经进入祖符之中了 灵动 你可一定要活着出来呀 难道 我已经进入了吞噬祖符之中了 可是 如何才能得到祖符的认可呢 这里只是一片虚无之地而已 黑童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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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这算是考验吗 这算是考验吗 终于有人了 请问 小杂伙 你是迷路了吗 你是什么 我是一切黑暗的源头 我便是吞噬祖符 你是吞噬祖符 既然你能见到我 表示你得到了黑童那小子的认可 但是 你能承受这吞噬之力吗 你所有的难关都将消失 你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我吞噬 你将永远被困在黑暗牢笼之中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已经三个月了 这小子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最好能快点出来 刁爷可不想在这破地方待一辈子 哦 哈哈 幽兽 正好陪刁爷打发时间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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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已经上百年了 我 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想从这里出去 我 我 是我 终于 你可以出去了 哥哥 你怎么了 清 清潭 是做噩梦了吗 我 我怎么会 清潭 这里是 哥哥 你睡糊涂了吗 这里当然是我们家呀 什么 啊 难道 真的是梦 哥哥 跟我说说 什么梦把你吓成这样 冻儿 清潭 我回来了 这次可是从临城给你们带了好东西 爹 爷爷 爹 爷爷 这次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啊 傻丫头 看把你急的 还好 还好只是一场梦 灵动 啊 清主姑娘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想不到现在的你竟还如此孱弱 我 你果然是一个只会口出狂言的脚 等等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青猪姑娘 我会证明的 你这只蝼蚁 只能证明自己有多么的渺小 云郎天 乖乖缩在自己的乌龟壳里 云郎天 我会打败你的 哥哥 别发呆了 快 我们该回家了 东儿 爹可是带了宗族的武学给你 东儿 你的傻站在那儿 跟爷爷回家吧 如果 这都是真的 该多好 哥哥 你要去哪里啊 东儿 怎么了 东儿 爹爹 爹 爹 青潭 我会回去的 会回真正的林家 我会继续在黑暗中前行 感受这吞噬之力 我将与吞噬融为一体 我 即是吞噬 不 爹 小家伙 想不到你竟能到这里 所以 我已经通过考验了吗 不错 我认可你成为祖福的传承者 从今日起 我将与你融为一体 你即使吞噬 祖福传人 当天地骨骑来临之时 这个世界需要你来守护 无聊啊 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 这小子却还是没有半点动静 喂 不知道这里是你雕言的地盘吗 竟然是扒演地魔术 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等恐怖的玩意儿 只要将它从灵洞身边引开就好 想不到这东西还挺聪明 喂 到雕言这里来 糟了 这是 你这小子 终于出来了 你知道这半年时间 雕言是怎么过的吗 什么 才半年时间 我在祖福之中感觉已经过了上百年之久 有那么一刻 我以为永远出不来了 看来你小子确实经历了一些磨难 不过能够成功炼化祖福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看看这雄厚的精神体 你至少已是高级灵服师的境界了 对了 我的肉身 你放心 放心 有雕也看着呢 在那边 至少还能动吧 小雕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少拍雕也的马屁 赶紧回肉身 得雕也离开这鬼地方 小子 感觉如何 看来这半年时间 原力没有丝毫提升 你这身体都夹死大半年了 还能动就已经不错了 说的也是 接下来 我们得离开这玄音界了 这半年时间 不知小雕如何了 小雕 我们走 我们要走 宗主 我们已准备妥当 你确定吗 属下追踪的畜生 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畜生的习性 已经被属下摸透了 我已安排人手 提前做好埋伏 他今日必定落网 那畜生半年来 还杀了我宗不少人 显然是想为他 那个主人报仇 这次您能亲自出马 他必定是在劫难逃了 那畜生出剑了 动手 给我拿下这头畜生 是 小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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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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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赶紧找到小雕 嗯 当务之急还是得先疗伤 之后我们再想办法 在这里 练花吞噬祖符 你能承受着吞噬之力吗 你所有的感官都将消失 你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我吞噬 你将永远被困在黑暗牢笼之中 我会继续在黑暗中前行 感受这吞噬之力 我将与吞噬融为一体 我 即使吞噬 我即使吞噬 成功了 半步造化镜 吞噬祖符 古人强大 竟能将地上寒气 直接转化为天地原力 祖符这等神物 有这种能力也不足为奇 小子 吞噬祖符的能力应该不止如此 能将它发挥到何等地步 还得看你这个持有者如何使用它 那我可以借着此地的地上寒气 一举突破之造化镜大成 小子 莫要操之过急 啊 虽说你凭借着吞噬祖符的炼化之力 短时间内便从造气镜 突破至半步造化镜 但别忘记 你的元丹也是有极限的 若是急于求成 说不定 你会因元丹诈利而亡 什么 像祖符这等天地神物 更是需要谨慎使用 若是掌握不好分寸 只会将自己反噬 雕噬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明白吗 小子 明白了 我们加紧离开此地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鬼地方 快了 待宗主将灵动的妖兽炼制成兽魁 我们就不用守在这里了 啊 为什么 到时候那只畜生便会帮宗主找到灵动的尸体 那样的话宗主便能找回翅膀了 什么人 你 你 你是灵动 说 你们把小炎怎么了 他已经被宗主抓住 待会殷魏宗了 很差 啊 感谢各位 今日赏脸光临 今日请各位前来 是想跟大家商量个事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荒郡 是大炎王朝第一大郡 但我们各宗各派的实力 地位 都远逊于四大宗族 根本原因 在于我们一盘散沙各自为政 如果我们能联合起来 绝对足以跟四大宗族平起平坐 滕叉宗主言之有理 我们大荒郡早该联合起来了 说得不错 奥花们愿意追随滕叉宗主 共定盟约 我们也愿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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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涌方也加入 我们也愿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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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宗兄 穆雷雄 你们意下如何 这个 姿势体大 还是从长计计比较好 我也得回去 跟蒙内兄弟们商议一下 才行 那是灵动的坐骑 各位对这畜生并不陌生吧 今日老夫要将他炼之城受苦 他是想借那妖兽巡回被灵动夺走的质宝 若是腾叉巡回那质宝 吞并我们大摩门是迟早的事 待老夫巡回质宝之时 便是我大荒郡崛起之日 什么 这怎么回事 是谁啊 是谁啊 那小子居然还活着 灵动 你竟敢对小颜动手 灵动 想不到你竟能从玄鹰剑活着出来 倒是省得我用这畜生去找你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狂妄的家伙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我便让你有来无回 嗜血魔兵 怎么会 这怎么回事 灵动 你这卑鄙的家伙 有本事就跟我正大光明的打一声 灵动 放我出来 灵动 你要干什么 灵动用的是什么招数 难道是精神力 精神力能达到这等境界 曹镇长老 宗主救我 宗主 什么 曹镇惊人 想不到这半年时间 灵动的实力变得如此恐怖 曹镇长老 灵动竟敢杀我宗的门人 大黄晋所有宗派 诛杀此人 诸位 今日之事 是我灵动与殷魁宗的恩怨 和在场的其他人无关 对啊 但若是有人要站出来 与殷魁宗一起 那曹镇 就是你们的结果 那灵动的实力 太惊人了吧 怎么办 高正可是半步造化的强者 这灵动意识着就 殷魁宗的恩怨 与我们大摸门无关 武盟也不会参与 走吧走吧走吧 我们也不参与 喂 这跟我们也没关系吧 快 我们也退下了 哼 疫情没用的东西 老夫便亲自解决你 造化秦山 什么 天灵几法 四季合一 造化山壁 终主 好 啊 啊 啊 嗯 死鹰狙破 灵洞竟能将藤叉逼到如此地步 藤叉的实力绝不止如此 那灵洞明明只是半部造化镜 却能压制住藤叉 着实让人意外 造化镜大成 不过如此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造化武器 大荒分海印 这也能称之为造化武学 大荒求天旨 一旨求天地 这就是你最强的武学 大荒求天旨 二旨碎山河 那小子 真正的那小子 竟然连续施展造化武学 阴魂血枯营 外门邪闹 坐 别闹 小心 温世之令 这 这是什么力量 到此为止 来 宗主 宗主 您没事吧 看来腾刹这次是彻底败了 灵洞的实力太强大了 如今恐怕这大荒郡中 已找不出能够与其媲美之人了 银鬼宗弟子保护宗主 是 是 所有弟子启动护宗大阵 是 所有银鬼宗弟子发动护宗大阵 是 是 云洞 总是你再有本事 还抵御我的护宗大阵 让智宝交出来 便让你和你的妖兽安然离去 你也该跟我谈条件 既然你自寻死路 让我并成全你 宗大阵 开 开 看来 这是银鬼宗最后的底牌了 不知灵洞 要如何应付 温室之道 这是什么力量 这力量太毁力了 昆室万处 禀少公主 法阵已修复完毕 嗯 少公主 这法阵 显然是人为破坏的 难道 是有人想阻挠百朝大战 嗯 少公主 刚刚的原力波动是 那是我先前感应到的怪异波动 只是这次的波动 强大了许多 少公主 我们是否前去探查一番 想必这绝非是寻常的宝物吧 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 是查探远古战场周围的法阵 若这力量真有什么奇特啊 师父也会另有指示的 少公主说的是 是 是属下鲁莽了 走吧 我们去下一处法阵 是 少公主 属下认为 我们应该留守一人在此 说不定 那些破坏法阵的人 还会回来 嗯 马老言之有理 那我们留下一名弟子 看守在此 属下愿留下看守此法阵 嗯 这种小事 交给弟子们便是 属下是担心 若对方的目的 是阻挠百朝大阵 想必实力 应该不容小觑 既然马老坚持 那便有劳了 我们走 是 是 嘿嘿 急不可施啊 林栋竟以一人之力 击溃整个殷魁宗 看来 这便是那质宝的威力 所幸质宝 是被林栋所获 唐刹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快 再次发动大阵 宗主 我等已经没有余力了 林栋 真该把你早点解决掉 哼 你现在后悔 已经晚了 林栋 唐磊 你想做什么 做得好雷儿 干掉那只畜生 走吧 小人 你这是做什么 爹 收手吧 林栋秀 还请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殷魁宗吧 逆子 殷魁宗什么时候求过人 少宗主 所有殷魁宗弟子 杀了那小子夺回至宝 吞使之力 吞使之力 我殷魁宗 必然能够称霸整个大阎王朝 小子 你怎么了 我 我似乎 能看到滕叉的一些记忆 想不到吞使祖父 还有这种能力 滕变 想不到滕叉竟落到如此下场 滕叉竟然被干掉了 那林栋简直就是怪物吧 林栋简直就是怪物吧 林栋简直以一人之力 林栋简恐怕要一绝不振了 穆姑娘 穆雷宗主 多谢两位所赠的纯元丹 和这身战袍 林栋兄弟说笑了 此次你打垮了殷魁宗 算是为我大摩门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在下便告辞了 公子接下来 可是要前往林氏宗族参加祖笔 正是 相信以公子的实力 定能在祖笔中脱颖而出 多谢穆姑娘 对了 有件事还想请穆姑娘帮忙 公子请讲 还请穆姑娘帮我照顾一下 大英城的英之武馆 这人情以后若有机会 在下必当报还 林栋公子客气了 这件事就交给千千吧 多谢 我们后会有期 告辞 林栋兄弟 一路顺风 林栋兄走好 林栋兄弟 保重啊 保重啊 千千 林栋兄弟 你既然对他有意 何不劝他留下呢 他只不在此 任谁 也是留不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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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快走啊 今日 老夫要将他炼制成兽鬼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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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快走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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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笑儿 爹 足笔之事安排得如何了 如今小辈之中 林侠与林虹两人均已是圆丹靖大圆满了 此丝足笔 我们必然能有不错的成绩 此丝比试 林侠胜 林侠 最近又有进步 不错 多谢林侠叔 林虹 还得再加把劲啊 是 好了 今日的比试到此为止 足笔将近 大家不可怠慢 是 林侠姐 刚刚那招真厉害 林虹大哥 最近可有冻儿的消息 听路过的商队提起 冻儿似乎在大荒郡闯出了一些名堂 哦 想不到冻儿竟能在大荒郡闯荡 对了 青潭哪 怎么一直不见她 那丫头独自去深山修炼了一年 现在已是造气竞强者了 想不到如今青潭竟有如此这等实力 看来此次足笔 我们又多了一份胜算 不过 自从她修炼回来之后 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 总是神神秘秘的 哦 前辈 考虑好了吗 是否跟我一起走 多谢前辈一年来的教导 不过 我还是想与我的家人在一起 还望前辈能够谅解 青潭姑娘不必顾虑 我并不强求姑娘一定要跟我走 多谢前辈 嗯 带着这个 这是 这是我宗的信物 若有一天 青潭姑娘想要了解自己真正的力量 便以此物召唤我 相信不久之后 我们还会再见 我真正的力量 我真正的力量 特别的力量 准备 冷冻 不 请 但 你怎么能干 你怎么能干 有点 这英潔山 我 我 在腾刹的记忆中看到 她似乎 在这里藏着什么东西 这里的地上寒气越来越重了 应该就在这附近 找到了 小子 那 好浓郁的地上寒气 小子 别再往前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一尊灵魁 而且 还是最为恐怖的血灵魁 血灵魁 灵魁本就比福魁更为强大 实力相当于涅槃进强者 而这血灵魁 是灵魁中最为强大 也是最危险的 想不到 藤叉竟然藏着这么恐怖的东西 若当时他照出这血灵魁 凭藤叉的实力 绝不敢收服这血灵魁 为什么 因为血灵魁的煞气极强 很容易反噬主人 这东西 一放出来就会开始疯狂杀戮 这么危险 难怪藤叉没敢动手 看这阵法 应该也是很久之前 某位强者将他封印在此的 藤叉只是运气好 在这里建立山门 才发现了这尊灵魁 他应该 也一直在寻找 驯服血灵魁的方法 嗯 这血灵魁太危险了 走吧 我们得将这里的通道毁掉 这种东西 还是永远封印在这里为好 嗯 小雕 小子 这么强大的灵魁 要是留在这里 岂不可惜 啊 难道你有办法 收服这血灵魁 嘿嘿 现在的我肯定是不行 不过 他应该可以 你是说 石符 这石符 本就是奥妙无穷 可以先将血灵魁封印在石符中 待日后好生磨炼 倒并非不能将其驯服 你确定可以将血灵魁封印进去吗 嗯 虽说没有绝对把握 但至少也有七成 嗯 若你有涅槃境的实力 绝对能轻松开启石符之力 走吧 小子 若是收了这血灵魁 大阎王朝之中 能够威胁到你的人 将会屈指可数啊 况且 这也是打败林郎天 一张绝好的底牌 以林郎天那家伙的资质 相信这半年的时间 早已是突破至造化进大城的境界 说说吧 如何开启石符之力 小子 这样才对嘛 就像你说的 凡事都有风险 好了快说吧 如何开启石符之力 来 你仔细听好了 啊 嗯 你需要将全部原力 集中到这两条经脉 传入石符之中 然后 哎 等等 不对 呃是那两条 什么 你到底会不会啊 哎呀你小子急什么 让丢一想一想 哎 没错 就是这两条 接下来 小子 我说的你都记清楚了吗 嗯 一会雕爷会将封印解除 封印解除之后 血灵魁的实力还不会全部恢复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明白 封虎 你就负责吸引血灵魁的注意 哇哦 很好 那雕爷便开始了 嗯 小子 准备好 知道了 这杀戚也太能力了 血 我要 血 小子 趁现在 死了 这 怎么会 啊 这下麻烦了 小燕 哇哦 混账 血 更多血 大黄斑海燕 这东西 是 金针和疯子一样 不回 好样的小雕 小蛋 集中精力 开启石符 血灵魁 会坠毁看到的一切火物 等来之前 他是不会停下的 你全力开启石符 我和封虎 不会拖着爬 可是 妖眼怪整不住了 封虎快来帮忙 谁应该叫他 套有素力把为什么给他 国家物猪 灾 偶尉 acompa 蛮 esehen 边 infinite 飞 蛮 这东西果然难对付 陈虎 不知道那小子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启师傅 我们尽量争取时间 混蛋 即便注入我所有的原理 还是无法开启师傅 得赶紧想别的办法 那些地煞寒气 有了 这小子怎么还没好 喂 小子 你在干什么 小小子 你们再坚持一下 小子 你 陈虎 小子 你最好快点 来 吞噬之力 的 混蛋 小子 小心 师父 放 这小子 每次都这么惊喜 走 小子 干得不错 幸好有这吞噬祖符在 而且 你们也帮我争取了不少时间 不然还真收服不了这血灵魁 小子 今后还是不要轻易使用吞噬祖符 万一被人察觉祖符现世就麻烦了 这次也是情况危急 今后我会小心使用的 不过是血灵魁如此狂暴 又怎么使用呢 这个你倒不必担心 这个你倒不必担心 你的精神力会在石伏之中慢慢融入它体内 过段时间便会凝结成精神烙印 到时候它便是你的灵魁了 有需要你就可以将它召唤出来使用 不过时间不能太久 否则血灵魁容易再次失控 还会再次失控 看来还是得谨慎使用 不过这次也算是得到了一张强力的底牌 离祖笔还有不到三个月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 这两年我们也算收获颇丰 走吧 小子 既然还有时间 幺未觉得你可以将大日雷体修炼至大城进去 雷体大城 会很困难吗 有一路上跟你细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托我宗派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沉不住气 你到底想干嘛 小宗主 小宗主 你们之前应该得到过一样宝物 现在何处啊 那个东西已经被一个叫灵洞的人给夺走了 那人陷在何处 我 我只知道 他已经离开大黄郡了 灵洞 老夫一定会找到你的 小子 你为何特意来这鹰魁山 我在腾刹的记忆中看到 他似乎在这里藏着什么东西 血灵魁 是灵魁中最为强大 也是最危险的 因为血灵魁的煞气极强 很容易反噬主人 一放出来就会开始疯狂杀戮 小岩 血 更多血 吞噬之力 会想再涂送你 小来 老 big 以为神不明 富大 鼎 翁 林牧长老 一个分家的小辈 实力又能如何 这种事 就没必要在这里说了吧 林栋在大荒古碑之中 与郎天都获得了造化武学 在场的弟子 都是有目共睹的 况且 他最近在大荒郡的事迹 也广为流传 传言难免夸大其词 难道一个分家的小辈 能与郎天相提并论 我并没有比较的意思 而是说宗族与分家 只要有优秀的人才 都应该为我林氏所用 这样我族才能更为强大 一派胡言 难不成 我们林氏宗族 还要借助分家的力量吗 组长 您倒是说说这像话吗 祖比的事情讨论完了 郎天来了 见过祖长 郎天 我与几位长老商医过了 此次祖比就由你来负责 长老们也会一同协助你的 多谢族长与诸位长老的信任 当天定当捷径所能 好 今日一事便到此为止 诸位全力准备足比吧 是 杀了那个叫灵动的小子 一个分家的蝼蚁 根本不足为据 那小子身上有着特别的东西 我可以将力量借给你 杀了他 把东西带给我 闭嘴 我不需要接住你的力量 也能杀了那小子 别忘了你能有今日的地位和力量 是谁给你的 听我的命令 没有我 你林郎天什么都不是 林郎天少爷 林征长老求见 林郎天少爷 知道了 马上来 马上来 林郎天 这么晚了怎么还来我这边 林郎天 我明白了 今天在议事厅 林牧那老家伙 居然向族长举荐一个分家之人 简直可笑至极 如今林范族长也已是老糊涂了 林氏宗族的希望 还得在你郎天身上哪 我与那个林洞打过照面 他就是个目中无人之徒 还敢屡次顶撞宗族的指令 什么 他是哪一支分家 敢如此放肆 严成分家 是林振天那没用东西交出来的人哪 既然林征叔了解他们 那足笔石可得好好招待他们一份 会的 我会好好招呼他们的 打开 他要保持着 再议查 大日东升 雷体大成 小子 小子 做得不错 雷体大成果然强悍 我现在的身体 强度又提升了一大截 还凑合吧 毕竟这只是门上城炼体功法 不过即便如此 你在这大阎王朝 也算难逢敌手了 对了 这次我修炼了多久 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吧 什么 已经两个月了 这样要赶不上足笔了 小妍 我们走 得赶紧回岩城 小丁 小子 怎么了 我感觉有一股气息 正在接近我们 是什么禁忌的想着 不清楚 对方在刻意隐藏自己的气息 只怕是来者不善 气息开始移动了 难道老夫被他发现了 既然这样 老夫也就没必要 偷偷摸摸的了 小子 感觉到了吗 是涅槃境强者的气息 他正在全速靠近我们 我们跑得掉吗 他若全力追击 我们肯定跑不了的 混账 小子 打算怎么办 既然躲不过 那便会会这位涅槃境强者吧 有焉 倒是有趣 不知前辈为何一直跟着在下 半步造化镜 高级灵服势 当真是位天才少年 想必你就是灵动吧 前辈过奖了 不知有何指教 老夫是位吞噬祖符而来的 吞噬祖符 那是什么东西啊 你究竟有没有吞噬祖符 老夫一探便知 小友 劝你不要乱动 万一老夫控制不好力道 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奇怪 竟然真的没有 前辈 在下说过 从未听说过什么吞噬祖符 但老夫 却是在阴魁宗 感受到了吞噬之力的波动 小友 你还是跟老夫走一趟吧 前辈 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恕难从命 老夫可不是在与你商量 不错的炼体工厂啊 老实待着 小家伙 老夫 你的实力 在大延王朝也许还不错 不过在我面前 也就不过如今了 怎么会 小伙 想不到你这小辈竟能有一分血灵魁 侥幸所得 以为靠着这血灵魁 就能击败老夫 血灵魁 是 小子 叫 若是再拖下去 血灵魁就要失控了 这老家伙真是厉害 得想个办法摆脱他 那是 吞噬之力 我的灵符 师哥 还我灵符 小悠且慢 看来是老夫搞错了 这确实不是吞噬祖符 我说过 从来没有听说过吞噬祖符 还请前辈归还灵符 不过这灵符 也有少许的吞噬之力 想来应该是 他因此祖符 老夫还想留下来继续参悟 说不定 会有吞噬祖符的线索 什么 老夫 也不会白要你这小辈的东西 这样吧 给你一本功法作为补偿 太清有天不 这是一部造化级的武学 它的价值 肯定够得上你那灵符 好吧 那在下便告辞了 真是晦气 想不到只是一枚 踏印的灵符而已 不过至少也是有线索了 若是老夫得到吞噬祖符 妈了 啊 少 少公主 小子 亏你能想到 用灵符骗过那老头 当时也只是赌一把 想不到那老家伙真的行的 而且 还得到一门造化级的武学 小子 你最好还是看一眼 那老头可不像是什么好人 啊 混蛋 竟然是残板 这老家伙 你看 腰也没说错吧 怎么回事 有人在和之前那老家伙战斗 哦 竟有人和孽丸敬情者交手 走 我们去看看 啊 哎 哎 想不到 那老家伙竟落于下方 对方究竟是 是他 马老 你竟敢违抗师命 擅自行动 跟我回去 听候师父发落 老夫可不比你这位天之娇女 任何西式珍宝 到绝世无学都唾手可得 如今好不容易有祖福的消息 老夫是绝不会放手的 令月归缘 开 那老家伙 他的实力又提升了 那家伙 是在燃烧自己的精血 来强行提升实力 虽说这种做法 对身体伤害极大 但确实可以扭转胜负 既然马老如此执着 那也休怪青竹 不留情面了 修罗杖 忍ž 这真是太强了 我 小公主 收下留情 一个涅槃境强者 竟被他 轻易解决了 是何人在此 糟了 被发现了 在下只是在此地修行 经到一些动静 才来探查一番 小女子 只是在处理宗内事务 抱歉打扰到阁下 现在已处理妥善 便不再打扰 告辞 小子 你不是对那灵青竹朝思暮想吗 怎么 现在人到面前 你却躲起来了 希望下次见面 你不会还像现在这般弱小 现在还远未到见面的时候 我原以为这两名字节还算有点长进 想不到 小子 你也不要太灰心 那灵青竹背后的势力 想必是极其的强大 现在的你 自然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你也不要太过着急 一步步来吧 何况 你现在可是祖福持有者 相信你小子 将来一定能在这天旋大陆 闯出一番名堂的 说得不错 我要先在足笔中证明自己 我们走 直接去临城 灵氏足笔 现在开始 杀了那个叫林东的小子 那小子身上有着特别的东西 杀了他 把东西带给我 小子 我感觉有一股气息 正在接见我们 不知前辈为何一直跟着在下 老夫是为吞噬祖福而来的 吞噬祖福 老夫一探便知 我的灵符 马朗 跟我回去 听后师父发露 少公主 手下留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分家垃圾竟也配来参加足笔 胡蛋 来 本场比试 宗族临风圣 严惩分家临虹 出局 赶紧把这个分家的垃圾拖走 居然对自家人出手如此很多 快把临虹接回来 是 这些宗族的混账 临世宗族临亡 圣 严惩分家临侠 出局 临世宗族内比试 不是应该点到为止吗 为何宗族弟子出手如此狠毒 继续下一场比试 这太过分了 萧儿 算了 爹 可是 这显然是在针对我们 是吗 你看其他分家 只有我们是与宗族弟子分在同一组 而且临虹临侠他们对战的 都是宗族弟子中的高手 这绝对不是巧合 必然是有人做了手脚 这严惩分家的实力也太弱了 林木长老 你举药的灵动 便是这严惩分家的吧 怎么足笔也未见他登场 看来 是林木长老识人有误吧 严惩分家 林卿谈胜 林氏宗族 林琛出局 什么 诚 承让呢 竟有人击败了宗族弟子 这分家的小丫头厉害呀 这是哪个分家的 严惩分家 这分家之中 只能还有这等高少 看起来年纪还很小 长得还挺可爱的吧 好样的 清坛 林峰 请问有什么事吗 在下林峰 要向严惩分家发起挑战 挑战 宗族弟子林峰 向严惩分家提出挑战 这什么 这竟然提出挑战 这百民是针对我们 林卿谈 那你可以选择继续出战 也可由你们分家之中 其他弟子出战 若是弃权 则你们严惩分家出局 什么 小妹妹 我劝你还是弃权吧 你也不想像你们家 那两个废物一样 林峰长老 这么做 是不是对严惩分家 太不公平了 挑战 本就是组笔的规则之一 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是规则允许 那林木书 也不应该提出异议了 林木书 你似乎对于严惩分家 过于关心我 林轻惩分家是否接受挑战 我接受挑战 林轻惩分家 林轻惩分家接受挑战 笔事开始 这小丫头有气魄啊 林轻惩分家这是输定了 林峰可是宗族弟子类的高手啊 这林轻惩分家是得的宗族了吧 清潭混账 那林轻惩分家是造气精大成的强者 清潭还不是他的对手 冻儿怎么还没来 在下还真是佩服姑娘的胆识 请赐教 自讨苦吃 什么 你的元丹已经被暂时封印 认输吧 什么 这分家的小丫头 这严惩分家的小姑娘好厉害啊 想不到宗族的林峰 你居然输给一个小女孩 是啊 这谁能想得到啊 这姑娘什么来头啊 哼 怎么会 想不到 延城分家除了林洞之外 还有这等高手 清潭 对了 清潭这功夫是跟谁学的呀 这 我也不清楚 你这个分家的臭丫头 竟让我在足笔中丢脸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这种分家的垃圾的 你居然用丹药强行提升自己的修为 哦 谁看见了 他违反规则 在比赛中服用丹药 哦 没有吧 比赛继续 什么 子 小丫头 赛还没有结束呢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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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那林峰怎么突然变强了 让你这分家的丫头 见识一下 什么是宗族的武学 这七七十 烈焰掌 什么人 你小子是什么人 竟敢在足笔撒野 林峰哥哥 清禅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喂 你小子是聋了不成 没听见我在问你话吗 让我好好教训一下 你这不长眼的东西 你 你这臭小子 哥哥小心 他又要用丹药了 靠丹药压榨潜力 真不用动 你这小位是何人 难道你不知道足笔的规矩吗 把你家的长辈给我叫出来 规矩 此人在足笔上服用丹药 你怎么不出来说话 什么 那林峰居然在足笔中服用丹药 哦 难怪他突然变强了 想不到宗族弟子 竟然干这种龌龊之事 这也太不像话 这也太合耻了吧 你 这分家人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夫定要好好教训你一番 这分家人 那是哪 这分家人这么厉害 这实力起码也是半部造化镜了吧 分家之中还有这种人 是 你这小辈究竟是何人 神仇 严重林将 林栋 东啊 童儿 谁 是林栋 林郑长老 林丰在足笔中服用丹药 这显然违反足笔规则 此事若不处置 我宗族如何服重啊 林峰违反足笔规则 向他拿下 什么 林峰公师兄 得罪了 等等 我只是放病行事 林长叔救我啊 林长叔 小辈 你确实有点实力 不过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我劝你 还是自行退出足笔为好 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丫头 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怎么还和小儿一样黏人 怎么了 哥哥 这两年时间 你的变化可真大 小颜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静岚 你和小颜先去爹他们那里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哥哥 我跟你说 你用什么 啊 由于林峰违反比赛规则 本场比试 严惩分加胜 下 等一下 我要提出挑战 真是不是好歹 你要向哪智家族挑战 小子 你要去什么地方 加油 哥哥 小颜 我们走吧 我要挑战林氏宗族林郎天 他说什么 要挑战谁 刚刚是我听错了 他要挑战林郎天 什么 什么 这家伙太鲁莽了 这一年以来 林郎天大哥的实力 可谓是达到了恐怖的地步 胡闹 你个分家小辈 有什么资格向狼天挑战 太不像话了 这分家的小子 是不是自信过头了 难道这分家人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什么分家宗族 在比武场上 只有实力为尊 若是有谁不服 便站上来告诉我 你们高贵在哪里 林东 休得放肆 在林氏宗族面前 岂容得你在这里大呼小笑 速速推下 林中长老 林栋说的也是不错啊 足笔本就是论实力决胜负 分家与宗族并无区别 何况他提出挑战 也是规则允许的 不是吗 林郎天 难道你连战上这五斗台的胆子 都没有吗 要挑战也可以 但 若是随便来一个三脚猫猴两声 就要让郎天出面 那郎天岂不是得忙死 至少要证明 有挑战的资格吧 你想要什么资格 林青林木 竟敢挑战林郎天大哥 你这分家人倒还真有胆量吗 依我看这是自不量力 竟然是双胞胎 是林青和林木亮兄弟 这两人可都是半步造化的巅峰强者 林栋 若你能战胜他们二人 便有挑战郎天的资格 我们二人的实力 在宗族弟子之中 仅次于林郎天大哥 这样吧 由你来挑选我们中的一个 做你的对手 免得别人输我们欺负分家人 不必这么麻烦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什么 十回合内 若不能胜你来 算我输 那分家的小子也太嚣张了吧 一个分家人 凭什么如此张狂 好好教使他一顿 把他打下去 这家伙真是 看你这小子还能嚣张多久 林木 这小子不会是认真的吧 我倒想看看 这分家小子有什么实力 敢如此嚣张 两位 可以开始了吗 好 小子啊 还敢妄言十招之内击败我们吗 我只是想给两位留些面子 接下来 可要看你们的真本事了 你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的 碎天魔碑炸狼 此营酒客 这个 什么 怎么可能 林青凌木居然会输 什么情况啊 竟然只用了一招就 几一年时间 灵动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但是 你真的能撼动 烟朗天大哥吗 我现在 可有资格了 这个可恶的小子 林郎天要应战了 那个分驾的灵动 竟然只用一招就将那两人击败了 想不到分驾之中 竟真有人能挑战林郎天 谁能想到本次族比较这般精彩 那灵动居然能走到这一步 这次可是龙舟虎斗啊 究竟谁才是林氏宗族的天之骄子啊 林郎天 那分驾小子不简单 你可要小心应付 林郑叔 你多虑了 我会让那灵动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事 灵动 今日 你便会陨落于此 林郎天 滚下来 你的狂妄也就到此为止了 林郎天 大哥 林郎天 你们退下吧 是 东儿真的要挑战林郎天了 东儿这是要替你讨回当年的职啊 东儿 东儿 哥哥 你一定能做到的 狼天 可绝不能让分家人强了我们宗族的风头 狼天可谓是宗族百年一遇的天才 林郎真的能一之一战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元旦已经被暂时封印 认输吧 你这个分家的臭丫头 宝贝 叶燕长 你这小辈究竟是何人 严惩林家 林栋 林郎天 滚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年时间 你既能从造气境提升至半部造化境 倒确实让我有些意外 你那盲目的自信让你产生了能够挑战我的幻觉 我会让你知道 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造化境大城 不 那家伙还未突破这大城的境界 可是 这压迫感 比那唐刹克强太多了 竿 好 冰冻 冻儿 爷爷 爹 你们不必担心 哥哥的气息 可没有丝毫的减弱 那分家小子竟能和林郎天大哥抗抗 这怎么可能 急什么 林郎天大哥还会使出全力呢 林郎天还真是遇上对手了 那是造化武学 那是什么武学啊 虽然是造化武学 林郎天果然厉害啊 林郎恐怕是危险了 那是我灵世尊足的镇族绝血 林郎天大哥 这是要下死手啊 大天皇衣 炸雷体 林郎 大光分海电 这两人的战斗太恐怖了吧 什么 这小子 那分家小子 居然还会使用精神力 那分家小子 居然还会使用精神力 竟已达到了高级灵服势的境界 没想到 郎天反倒是被林洞给压制住了 这家伙 我又不好对付 你紧绝列列 你这蝼蚁的实力 的确让我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 你也就到此为止了 拔荒地手 那别是 探索原古宗派所得的造化武学 探索原古宗派所得的造化武学 那别是 探索原古宗派所得的造化武学 探索原古宗派所得的造化武学 灭香灵 阿皇闭首 你输了 郎天 绝不可能赦给你这只蝼蚁 把力量给我 报 灵灯 灵灯 我敢灵灯 那灵浪天铁内 有这一道气息的存在 那道气息 正不断给它提供原力 那家伙果果然不简单 温室之力 挡光球天使 四指 破仓球 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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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大的战斗 太可怕了 刚才武多长 倒被摧毁了 快阻止他们 不然半个灵城 都要被他们毁了 只怕在场 没人有着实力 阻止他们二人 在场 都要被刺别的 没有 来 去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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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吧 是 组长 组校长 嗯 那位小辈 来 呃 是 小辈 你是哪一支分家的呀 严惩林家 林栋 想不到 仅靠这分家的资源 你竟能有如此实力 着实是不易呀 朗天 在 我看林栋能和你站的不相上下 以他的实力 应该足以成为本次族比的冠军吧 既然组长已有定夺 朗天遵命便是 好 那朗天就先行告退了 林栋 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来吧 林栋 是 成蒙诸位捧场 我林凡在此代表林氏宗族 感谢大家的参与 祖比的举办 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天才脱颖而出 无论是宗族或是分家 只要有实力 就能在这里证明自己 本屏族比便诞生了一位新的天才 颜承林家 林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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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儿 他真的做到了 多少年了 我们的冤枉终于成真了 我就知道 哥哥他一定会成功的 终于成功走到这一步了 好 接下来 是 林栋 恭喜你获得此次组比的冠军 之后你也算我宗族的一份子了 多谢组长 你觉得林氏宗族如何 这 林氏宗族归为大延王朝的四大宗族之一 自然是实力强大 那 在大延王朝之外呢 大延王朝之外 不清楚 在大延王朝之外 不准备 林氏宗族可上不了什么台面 怎么会 族长 您可是涅槃境强者 涅槃境又算得了什么 林栋 想不想去见识一下大延王朝之外的世界 大延王朝之外的世界 你可知道百朝大战 百朝大战 等你拥有百朝之战的资格再说吧 怎么 你知道 啊 晚辈也只是略有耳闻 还请组长明说 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 名为玄域 分为东南西北四周 我们大延王朝便是处于东玄州之中 东玄州地域极为辽阔 期间有无数王朝 我们大延王朝只是沧海一宿罢了 这百朝大战之中 选拔出的天才人物参加的战争 堪称史诗级的鄙视 那这百朝大战究竟是谁组织的 目的为何呢 是东玄州真正的霸主 那些强大的 你无法想象的超级宗派 超级宗派 与那些超级宗派相比 任何势力都不值得一提 他们可以在转瞬间 覆灭一个王朝 你清楚 难道便是超级宗派的门人 当然 这些超级宗派也需要吸收新鲜血液 而百朝大战便是为了让他们选拔可造之才 所以 若是能在百朝大战中脱颜而出 就能进入超级宗派对吗 不错 不错 若你真能进入超级宗派 到时候 整个大延王朝 都将受到你的庇护 什么 一个人 就能庇护一个王朝 林东啊 你知道为何我们临时 能够屹立于大延王朝而不等吗 那是因为两百年前 我们临时的一位先祖 通过百朝大战 被一个超级宗派收纳 所得到的赏赐 一直让我们临时 在大延王朝强势到了今天 两百年前 可惜啊 自那以后 我临时便开始固步自封 再也无人由此殊辱 如何 有兴趣去百朝大战一世伸手吗 我参加 好 那何时开始呢 一个月后 大延王朝会举办种子选拔赛 来决出代表大延王朝 参加百朝大战的人选 到时 你与郎天一同参加 什么 我和林郎天一起 你二人都是我临时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是为了我们临时家族 更是为了大延王朝 个人恩怨是小 家族荣誉才是大了 希望你们能够放下戒弟 参加百朝大战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最近你便好生修炼 对 另外 作为足笔的冠军 明日你便去宗族足葬 看看 是否能寻得趁手的林宝 多谢组长 那晚辈先行告退了 嗯 去吧 嗯 那便是林氏宗族的族葬所在吗 嗯 不错 族葬是我林氏宗族的禁地 只有在宗族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 才能有资格进入其中寻宝 林木长老 那族葬之中 都存放着什么样的灵宝 族葬之中灵气法宝繁多 其中还有一些强大的地际灵宝 地际灵宝 不过那些强大的灵宝都有着灵性 能否得到还得看你的机缘 另外 族葬之中的天地原力极为充沛 你也可以借此机会 进一步提升修为 嗯 晚辈明白 来 来 林木长老 嗯 有劳林智长老 打开族葬大门吧 是 好 去吧 多谢林木长老 小辈且慢 我来给你说明族葬的规矩 进入族葬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 出来时最多只能取走一件灵宝 否则族葬内的法印将会发动 到时你可就小命不保了 明白吗 多谢提醒 嗯 请吧 好 这等规模的祖葬 难怪林氏宗族 可以在大盐王朝之中称霸一方 嗯 嗯 嗯 我看这里 大多都是些没用的垃圾 想当年 吊爷可是人见过 我们走 小子 放开 吊爷自己会走 什么人 胆敢闯入宗族禁地 来 林征长老 林智 许久未见了 看来 你还挺适合在这里的吧 难道林征长老 就是特意来取笑在下的 我是来给你提供一个 回长老会的机会 你是要我做什么 一件小事而已 哦 哦 哦 小雕 真有你的 这已经是发现的第三件地级灵宝了 哎 为了找这等货色 你真是浪费雕爷的鼻子 嗯 这面盾也是不错 还有先前的那把长枪 和灵甲 该寻哪件呢 若是都能拿走就好了 哎哎哎哎 这几样都差不多 随便选一件便是了 啊 怎么回事 小子 你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机关 我什么都没碰 怎么可能触发机关 啊 小雕就是有名在捞鬼 小子 攻击那些法阵没用 你找到这里的阵源 阵源 要在族宋外控制这些法阵 必然会有一个阵源 所有的阵源 这里的法阵就失效了 好 明白了 还没有解决吗 这小子 好像没那么容易对付 这个分家的臭小子 是 找到了 小子 快 去灵魂 是 啊 怎么回事 那小子 竟将阵源给摧毁了 什么 那现在呢 足葬之中到底如何了 阵源被毁 现在足葬内的情况 也就一无所知了 将足葬大门打开 那小子竟敢破坏祖葬法阵 正好可以将他拿下 要娶你自己去吧 那法阵 至少要涅槃境的强者 才能够将其摧毁 想逼那分家小子 绝非一般人 我可不想进去送死 啊 待那小子出来之后 再问罪则也不迟 今日就先放他一把 回来 怎么了 小子 我先前发动的精神力 感应到一种异常的波动 从那里发出 就是这个 这看起来就是件 普通的摆设吧 这小东西这么沉 小子 你先前不是用精神力 感应到其中的波动吗 没有用 那原力是什么 奇怪 难道要用原精之力 成了 小雕 这东西好像变大了 小子 还停不下 他 要走 得赶紧让他东西停下来 不然会毁掉整座祖葬的 只有中下金血烙映 那林宝才会听你的命令 小子 快 自灵宝 竟然在抵御我的精血烙印 看来这绝非寻常的地级灵宝 小子 启动十福之力试试 好 成功了 忠义风 小子 你可是又捡了宝贝了 这灵宝显然已经凝聚出了灵质 忠义风 收 变得好轻巧呀 只有你这个主人才会觉得他轻巧 就算是涅槃境的强者 恐怕也难以撼动这众义风 既然灵宝已到手 接下来便借助此地的原力 进行修炼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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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墓长老 想不到一个月时间 你已是突破这造化镜小城了 不错 多谢林墓长老的提醒 这足葬之中的天地原力极为雄厚 才能在这么段时间内突破 好 好啊 那可有寻得趁手的灵宝 林墓长老 请看 好 居然是仲玉峰 您知道这灵宝 足葬之中 这仲玉峰从未有人能将其拿起 可能是小子与这灵宝有缘吧 再过几日便要出发去皇城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吗 我想趁这段时间和家里人拒绝 那快去吧 哥哥 你可算是回来了 清澹 我正要去见爹和爷爷 太好了 那我们一起去吧 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延城 在这里都快无聊死了 清澹 我就不跟你们回延城了 什么 我已经答应令氏组长 要争取参加百朝大战的资格 百朝大战 我想去见识一下大延王朝之外的事情 为什么呀 哥哥 如今你已是足笔的冠军 也帮我们家重回了宗族 何必再去参与这种争斗呢 我要变得更强 哥哥 你已经很强了 我们一起回延城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不好吗 不 我还是不够强大 而且 我需要兑现一个承诺 承诺 嗯 那你这次又要去多久 又是两年吗 这 我也不清楚 这样吧 哥哥 你带上我 我们一起去大延王朝之外敞当 怎么样 清澹 这可不是儿戏 外面的世界必然是危险重重 万一 我看 你就是不想带我去 清澹 哥哥 看来 你还是帮我当作累赘 我已经说了 scene 但是我今晚都会很松working 对 col colon 这次我林氏红族 将有两位天才级的人物 参加种子赛 林郎天 林栋 林栋 加油 林亮天大哥 林道 加油 林氏宗族就看你们二人了 加油 林氏宗族在上 愿他们二人都能进入百朝之阵 光耀我林氏宗族 光耀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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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该出发了 是 冬儿 好好表现 去吧 冬儿 加油 林灯 加油 林灯 加油 加油 爹 清禅呢 这丫头估计还在闹脾气吧 准备 起海 林灯 爹 爷爷 我走了 放心吧 冬儿 放心吧 冬儿 吃一把 爹 爷爷 保重 嗯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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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太太了 plunghoe 皇城 我不必绽放太多 有你的守候 我想要的拥有 你给的很够 可要多久 我才能分担你的伤口 隐藏的心事愈发汹涌 空吻着我 害怕来不及握紧你的温柔 昙花转眼掉落 眼中的星空 淡落在你身后 我不该总是停留在你身后 离开避风港口 竟让我成熟 想守护你的我 别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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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